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Tony的频道 这次我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科技上网翻墙的题子 有一款攻击也是基于浏览器的插进来的 它也是免费代理的VPN 就是给你随意访问到墙位的网站 现在我们打开Google浏览器 输入这个谷歌浏览器的网上应用商店的网址 然后打开这个谷歌浏览器网上应用商店的这个页面 在搜索栏这里输入 输入关键字CAL 就是奶牛的那个单词 然后按一下飞车 然后出来这个插件的页面 然后把页面滑下来 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有一款是 你看 免费代理VPN解锁了任何的网站 牛 所以它这款插件呢 现在也有很多人在使用 访问的速度还是挺不错的 好现在我们就来安装这个插件吧 点击添加到Kuron浏览器 点击这里添加扩展程序 稍等一会儿它正在下载安装 好现在已经安装完成了 看到这个右上角 这个插件已经添加进去了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 这个奶牛的图标这里 点一下 点一下可以看到它这个插件的那个设置菜单 这个下来列表这里可以看到 你所需要连接的 那个翻墙使用的那些节点 前面几个是免费的 这前面几个是免费的节点 后面这些是专业的 是收费的节点 你一般用户的话 就点击这个免费的节点 就可以翻墙使用了 然后它代理设置这里呢 就是第一个是就是前级使用了 就所有的你访问的这个网站 都用它这个代理器去翻墙上网 第二个呢 就是代理过例系列表 就是你国内的那些网站访问 还是走国内的那个通道 国外的它就通过这个代理器访问了 这个是就是几亿的那个翻墙 就不是前级的 好,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打开这个 输入YouTube的网站吧 网页的插件 就可以打开这个YouTube了 再试一下 去Facebook 你看Facebook的页面也可以访问到了 所以这个墙外的网站 通过这个谷歌浏览器的这个翻墙上网的插件 直接就可以访问到了 所以它这个也是挺方便的 免费代理 一边解锁任何的网站 看一下在这个街上 看一下在这个街上 它这个插件也那个界面也很简单 默认就有这个三个选项 第一个是全级 第二个是 极部的过滤 第三个就是选择它的节点 这使用上没什么难得 我这里看到它的使用者也是蛮多人的 你看 这里目前有三万多的用户使用它这个浏览器的插件来翻墙的 它的那个提供方的地址是这个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访问它的这个官方的这个页吧 打开它这个网站了解一下 好 现在就打开它这个 这个买牛翻墙上网的这个官方的主页 它这个页面就简单的介绍了它这个翻墙软件的一些功能介绍 你看它这里有好多节点 然后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它的官方主页详细去了解一下 点一下它这个按钮 然后它又直接跳回到这个Chrome网上应用商店的这个页面 好 这次这个谷歌浏览器的翻墙插件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对我的分享呢 感兴趣 请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在下个视频 再见 拜拜